这种格式叫卷珠连 知道一下就好 百合 合起来一百 凶猜一种植物 凶我们在口语上称为 哥哥或是哥 好老师已经把答案快讲出来了 猜一种植物的名字 不过这种植物呢 台湾可能没有产 所以小朋友可能要想一下 想出来了吗 老师跟你讲答案咯 可可 你看看可可合起来 是不是哥哥的哥呢 很有趣吧 我们来看下一题 小时吃得用不得 大时用得吃不得 那这种植物呢 我们一定是它嫩嫩的时候才吃它 等到它长大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吃它 只能用它 想想看这样的植物是什么 想到了吗 解释答案咯 咚咚 竹子 竹子呢 它如果冒出了头 它出土了 它就可能变得比较硬 那就太多纤维不能吃了 所以小的时候 刚冒出来的 вопрос 那个竹笋 我们可以吃它 可是等它长大了 变成竹子了 那就很硬了 我们就不吃它了 那还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 老师 我还有另外一个答案 你有想到另外一个答案吗 他说丝瓜也可以 小时候我们吃丝瓜 不过丝瓜是结果 他是说小时候刚生出来 所以老师还是觉得 竹子比较适合 接下来我们来猜 物迷 物迷就是物品的名字 它可能是一个东西 一个用品 或是一个食品 我们来看看题目吧 稀骑稀骑真稀骑 鼻子当马骑 想想看 能够骑在鼻子上的有什么 猜一种用品 想到了吗 这个题目常常出来 对不对 他是眼镜 眼镜就会跨骑在鼻子上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两扇黑大门 中间一个小白人 猜一种食品 吃的东西 老师提示一下 过年的时候呢 也常常用哦 当然平常也可以吃啦 有黑色的 里面一个小白人 想到了吗 好我们来讲答案咯 灯灯 瓜子 是不是两扇黑大门 打开 里面呢 一个瓜子人 我们再看下一组的题目 千根线 万根线 落到河里 就不见 猜一种自然物 这个名语 也常常出现哦 小朋友知道吗 好简单 对不对 一条条的线 掉在河里 就不见了 那就是雨 下雨的雨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 做也做不安 站也站不牢 年纪虽然老 永远不跌倒 猜一种玩具 小朋友 你有哪些玩具 他站不住 可是呢 他也不会跌倒 有没有 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玩具了 猜到了吗 嗯 不倒翁 你推他还会起来 可是你真的要他站着 他却站不稳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上边毛 下边毛 中间一粒黑葡萄 猜人体的一个器官 上边有毛 下边有毛 然后一个黑黑的 走走看 看下你的兄弟姐妹 就可以看得到了 啊 老师都偷偷告诉你答案了耶 猜到了吗 嗯 眼睛 啊 上面 有上睫毛 下面也有下睫毛 中间一粒黑葡萄 我打你 却打到自己 我不打你 你却把我欺 嗯 嗯是什么动物呢 你常常要打他 可是呢 会打到自己的哦 那如果你不理他 不打他了 可是他常常来欺负你 尤其是晚上睡觉最讨厌了 猜到了吧 对了就是蚊子 你看啪 就打到自己了吧 好我们看下一个题目 游泳健将家 说话叫呱呱 小时有尾没有脚 长大有脚没尾巴 嗯 小朋友 自然课 有没有上过这个 什么动物 小时候有尾巴 长大有尾巴